東亞文化區 那東亞文化區我們知道都種什麼 東亞文化區包括日本、韓國、韓國、中國的季風區 這邊都是種什麼 都是種道 以道奏為主 那它是比較傾向傳統社會 那近年來慢慢工業化之後慢慢走向現代社會 所以第一個文化區我們叫做東亞文化區 人口非常的稠密的地方 這是東亞文化區 那我們再看看第二個文化區 第二個文化區呢 是佛教的發源地 可是我們知道佛教發源在這裡之後 它是盛行在什麼東亞部分 東南亞 而印度這個部分呢 現在是什麼 印度教的文化區 包括很多其他小宗教 所以我們說我們把這裡推出來 這叫做印度文化區 那基本上它是屬於比較落後的傳統社會 第三個我們可以看到是 伊斯蘭教文化區 那伊斯蘭教文化區在這個乾燥區嘛 所以我們說伊斯蘭教的生活方式是什麼呢 當然這裡有綠洲農業 那畜牧呢 以什麼 油牧為主 那這裡盛行的是什麼 阿博與阿博人的故鄉 所以我們說 亞洲呢 有三大文化區 包括東亞文化區 印度文化區 跟伊斯蘭教文化區 除這三大文化區 還有兩個 比較小的文化區 那小文化區呢 就是在第一部分呢 在東南亞這邊 那東南亞呢 這裡包括 我們說 南洋這邊 南洋這裡 南洋這裡事實上我們知道 熱帶災培業比較發達的 而這裡呢 早期是被殖民的 所以我們有把這裡 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小區 這叫做 東南亞文化區 那它包括的是 熱帶災培業 那包括了它的整個 人種 包括產業 包括文化各方面 還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過渡在 這個叫做 東南亞文化區 那在亞洲最北邊 同學你可以看到 這裡是 俄羅斯人 傳入了 帶進來是叫做 基督教的東正教派 所以老師剛剛請說 這裡叫做 東正教派 所以我們說 亞洲呢 總共有 五大地形 會了對不對 四大水系 然後呢 四種氣候 有三大宗教 三大文化區 兩個小文化區 那同學最後老師要 問一問同學幾個問題 第一個 請問你 亞洲五大地形區裡面 哪裡有經濟發展程度最高 那你要選擇哪裡 東亞島湖區 這是經濟發展程度最高 日本的經濟大多 那我們知道 在這個地方 事實上它本來經濟發展程度要比較高 因為它是 氣候上是季風氣候為主 那在地形上 氣候上都適合發展農業 交通上也便利 所以經濟發展程度最高的是在沿海地區 尤其是東亞島湖區 那如果有人問你說 那哪一個地區呢 在亞洲哪一個地形區 國家最多 那你怎麼回答呢 那你要說國家最多的是在市場 半島區 還有半島區 政治都很複雜的 所以我們說國家最多的是哪裡 沿海半島區 那再來 如果有人問你說 哪兩個地方在水源上有依存關係 那你要說誰跟誰呢 在水源上就有依存關係 我們說 高亞洲的水提供給甘亞洲 作為綠洲農業的水源 所以我們說 高亞洲跟甘亞洲 在水源上 具有依存的關係 那如果有問題說 熱帶災便宜盛行在哪兩個地形區 那你怎麼回答 熱帶災便宜事實上 這裡有沒有熱災 有 島湖區有熱災 半島區有沒有熱災 有 所以我們說 熱帶災便宜盛行的是在東亞島湖區 跟沿海的半島區 來東亞島湖區